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現身 立員民眾黨團外界關注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將在七月四後針對公職人員 選罷法修正草案 逐條審查柯文哲表態立場 喊不應該調高罷免門檻 難道民眾黨八席回歸主體性 藍尾續徵提案說公職人員 選罷法罷免票 應該會比當選票還高 才能通過罷免 立拚在這個會期 順利出外援會 客氣了 他說選罷法 要從得票數當中多一票 其實他乾脆把這個修法 修成說不可罷免好了 或者說要罷免的對象 經過立法院的多數學 才能行使罷免權 何必在那邊 愛家和假事呢 敢做不敢承擔 藍尾黨團人士表示不動現行 同意票數只增加罷免同意選票 這是兼顧單一選區 及複數選區最適當的 折中修法 選罷法的門檻 都還是各方討論當中 先討論嘛 討論的狀況如何 我覺得大家自有公盼 藍尾眼裡在下會期修選罷法 雖然藍白都認為 不應該仇恨動員 但卻在門檻上意見分歧 傳出國民黨想找民眾黨商量 而明年大罷免時代當前 如果提高罷免門檻 恐怕再面臨一波民意浪潮 下輪新聞李維廷 馬去管太報道